这边是我们销售中心 今天不看了 今天就算了 不是 我定金都交了 你现在不进去 人家定金是不退的 太周遥了 赶紧回去吧 知道吧 走吧 走吧 谢谢啊 你干吗 是你 放开 你 你干吗 一声不响地站在别人身后 你这很危险的 你知不知道 看来这五年青拿都学会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来这儿干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顾好你自己 我这衣服 刚买的这还没穿两次 你干吗 这么多人呢 哪有人啊 嗯 谢谢啊 我有事我先走了 我有事我先走了 我今天啊 发现你们浦华院长竟然在看房 还是豪宅区的房子 那个地方的房子你别说买了 你就是要看房的话 都得先交定金的 以你们医院的薪资标准 他要不吃不喝多长时间 他才能买得起千万级别的豪宅啊 我们院长 平常是有点怪料主意 但我觉得他不注意为了这点钱 来损害医院的利益 你想啊 他归根结底呢 是一名医生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他是最了解的 如果AGS出了问题 第一个被追责的就是他 但是他明年就退休了呀 如果说他想在最后一年再捞一笔 给自己留条后路呢 你看 我不会领情的 我让你领情了吗 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 别人关你酒的时候 你就应该不要逞强啊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我不需要你替我挡酒 不是好歹的人 我真的见多了 之前还没有人能超过你 替我挡几杯酒 假装关心我的身体 你以为我就能原谅你当年做的事情吗 你烦不烦啊 兴起 你打算这辈子你都活在回忆中吗 对 我就是不打算原谅你 只要我不原谅他 你就没办法原谅你自己 行 我跟你说你最好一直恨着我 这样你这辈子都没法忘了我 你总说我骗你 是啊 但我那是在保全你的命啊 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想告诉你真相吗 我甚至我好几次我已经说了事你没有听 行 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不欠你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年你躺在病床上 连一生都不知道你能撑多久的时候 是我 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跟你念苏田的日记 我就是希望你能 我就是希望你能撑下去 我知道你有一天醒来之后 你一定还是会恨我 但是我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看你 对 对 可是我想来没见到你 但是因为你是说的 你说你这辈子你都不要看到我 咱们这一行 我跟你 没有任何关系 滚 行行 我真的挺想问问你的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的 你就真的不知道吗 一辉 要喝多了 没事吧 赶紧送他回家 好 你怎么了这是 走回家 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想告诉你真相吗 我甚至问好几次我已经说了事你没有听 哪怕我当年那么的失恶不上 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的 你就真的不知道吗 我 五年前你是处心积虑也好 阴差阳错也罢 至少你在几次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 都陪我坚持下来 对不起啊 还是要谢谢你 我接受你的道歉 也愿意放下过去 从今天开始 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 各走各的路 可以吗 我可能做不到 我也很想跟你各走各的路 但我们毕竟是伴侣 我们在工作上要经常联系的 好像没有办法各走各的路吧 这倒是个问题 你该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撤资吧 行吧 那我想想办法 先生要不换个负责人 看在钱的份上 他在那儿也能勉强接受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看上去顺眼多了 对了 测试数据我已经发给哈尔迪了 下次立会我会准时出现 走了 怕的